某方面來講 我覺得你們也是一個 很慘的一個被害者 因為有加害者在啊 事實上 因為法院自己來當加害者啊 這樣的素質 我這個大媽媽不能接受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會客室 幾年前其實在台灣有一件 非常轟動的一個社會案件 就是媽媽嘴 這個咖啡廳的一個店長殺人事件 他們的這個老闆啊 這個店的老闆呢 被起訴了 當事人這個呂老闆的太太呢 這呂太太呢 那她就覺得說這個司法這個民事 判得相當的不公平 那我們來歡迎呂太太 2013年轟動全國的巴黎雙屍命案 媽媽嘴咖啡廳店長謝一涵 殺害陳靜甫與張翠萍夫婦 2017年判處無期徒刑定宴 而在民事部分 法官認為 經營媽媽嘴咖啡廳的業者 呂炳紅以及其他股東 必須連帶賠償死者一千萬 理科背景的呂太太實在無法接受 做了許多科學實驗替先生平反 凸顯台灣司法諸多疑慮 呂太太 我想要請問你 就是說呢 請了一個人呢 結果他犯罪了 就犯罪了 然後這個被害者呢 居然來跟我求償 所以其實這個案件 在那個民事的部分的話 那個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說 就是 法官他認為就是說 他在犯案的這個時間 其實在上班時間 對 其實他就是糾結在說 他是上班時間還是下班後去做犯案 對 很多網友覺得說 這個實在很誇張 然後我就問我的律師喔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是一家貨運行 不是一家貨運行 我是老闆 然後我今天雇了司機 結果他在上班時間 撞死人了 那雇主有沒有連帶責任 假如他在執勤是有的 對 他在執勤是有的 對 他在執勤是有的 但是他若是自己私底下下班後 開著公司車去接小孩 撞死人了 那當然就沒有關係 可能沒有 很難講 因為就像今天的案子一樣 他今天 真正做的事情 其實是殺害的動作 請問他在殺人的 當時在執行職務嗎 OK 所以你現在你的 你的質疑點就是說 在殺害的那個當下 他是在上班時間 還是下班時間 對 他殺害的當下 其實是下班時間嘛 其實他連下藥的時間 也都是下班時間啊 對啊 你從所有的證據來看 等於說他整件事情 其實都是在下班時間時候做的 但是你卻要媽媽嘴來背這個黑鍋 對 那其實我也是要跟所有 嚼勢從事律師行業的 不管你是法官律師什麼 你自己好好去把卷宗下載下來 去看所有的科學證據 你們今天法律人 這樣子做其實是不太OK的 OK 對啊 你為了你先生這個民事的這個案子呢 你好像自己因為聽不懂法官在講什麼 然後你又自己又再去上課 其實這個案子的卷宗真的有點厚 大概有四五十公分應該是有 對 那經常會看到第三頁 然後我就迷路了 因為不管我們的律師或對方的律師 寫的都非常的長 對 那我就沒辦法掌握重點 到底我要看哪裡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他們在法院上 經常會去聊什麼程序問題 這可能都是我們一般民眾 不太了解的東西 對 然後當下其實是有想要學啦 但是因為一剛開始 在士林地院的一審 我們兩個都是勝訴的 因為當時的法官比較貼近 社會民眾的想法是認為說 他今天做殺人的這個動作 跟執行職務無關 因為我們又不是殺手公司 對 那第二個是因為他這個 這個做殺人的這個動作 其實他之前是有審密的一個計畫存在 所以老闆是很難以去察覺的 難以預防的 所以在一審的時候 我們兩個官司其實都是贏的 到了第二次其實是2017年 那個張岸的案子啊 是三審定宴喔 對 他直接二審 直接就跳三審定宴也沒回來更審 對 然後成案是更審的 這下子我就緊張 我想說糟糕看不懂耶 還被人家判這個真的很奇怪 然後後來才發覺其實 其實跟自己有沒有法律上的事 其實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打算就去報考了 那報考也有考上就開始上課了 那我們上課的第一節課 我們的刑法老師就說 不准討論個案喔 不要拿你的個案來跟我討論 然後直到金周刊報導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這個案子應該已經到了 最後的尾聲了 我如果不跳出來講 以後應該也沒有機會講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案子 因為已經慢慢被沉疾了很久 那他一剛開始刑案的判決 就已經很奇怪了 到最後到現在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刑案的判決錯誤 然後就這樣一路一路這樣判下來 判到現在 然後只有一個更一審的法官 願意重新去審視所有的科學證據 然後還我們清白 可是到最後又被最高法院打下來 然後又有個更二審的判決又是敗訴 你覺得現行的法律 他到底是怎麼在判定呢 在法律人跟理工人 在看案子的看東西的角度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 因為沒有血衣 沒有血刀 沒有血跡 請問法官怎麼判 我只能就謝一涵的自白下去 對他做判刑 他當初的目的就只是為了做判刑 所以他是以謝一涵的自白為藍圖 接下來加入他想要的部分的客觀證據 然後他刪除了法官報告 刪除了證人證詞 刪除了他離開時換褲子的這個錄像 然後形成他現在目前的判決 對 以我們理工人來看 我一定是先把謝一涵的自白先拿掉 然後我把所有的證據 包括法醫報告 包括證人證詞 包括模擬 包括溶解度測試 包括錄像 全部先鋪好位置 接下來我們再來 用這個驗證的方式來驗證 謝一涵自白的真實性 對於法官的判決 你到現在你還是深不以為然 簡單講是不是就這樣子 其實不用我深不以為然 你自己去看判決書 他的確就是這樣判 對不對 今天就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謝一涵說 我殺人沒血跡 法醫的報告是 他今天殺警動脈 一定有血跡 而且是大量噴血 對 你憑什麼要相信謝一涵說 我殺人沒血跡 第二件事 他說 我半個小時內就殺人了 很好笑 半個小時內殺人 然後 而且還是百米賽跑的速度 殺人還要無血跡 那這樣他也相信 結果 這麼大的一個社會矚目案件 為什麼不去跑模擬 你跑一個模擬就知道了 他在說謊 因為我們自己覺得到最後 然後氣不過自己來跑模擬了 所以你自己 就是對這個案件 你自己好像也有做了一些模擬 你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你有做了哪些的 主要的模擬是兩個 那這是君總理的圖 那基本上他就是說 我把人帶到這裡 然後丟來這裡 然後我們就用測距離 先把距離先拉出來 然後再往裡面走 那就跟著他講的走 第一個他是從店裡面把人帶出去 然後接下來經過鼠星星 跟鼠星星的老闆還有打招呼 當時張翠萍他還回頭示意 然後接下來走到土地宮 這邊有個土地宮廟 接下來走到一個圓形廣場 接下來再走130公尺 這樣往內走27公尺 走到這裡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人一定在說謊 因為他說他要走出來之後 回到店裡面 踩著這雙腳 再進去泡咖啡 給陳靜甫喝 喝完再走一次 請問一下到底怎麼做到的 他這時候把 例如說陳先生 就是被害者帶走的時候 那他是完全昏迷的嗎 一個人成年人 大概就七八十公斤了 怎麼有辦法 可以把他這樣扛過去 所以當下我們其實是 拿木頭先模擬 張翠萍的話是拿10公斤的 然後陳靜甫模擬20公斤的 但是講實話 我模擬完10公斤 20公斤我拿不動 對所以我就跑完10公斤 他跑完10公斤都已經這樣了 我就覺得 就不用再做下去了 你如果覺得我做實驗有問題 你就自己去做一次吧 反正大家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一樣 不會差距太多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 他們兩個是自己 跟著謝一涵一起走的嗎 是這樣子的嗎 謝一涵講的是這樣子 但是卷宗裡的資料 就是以外圍的人的資料 是只有看到張翠萍 跟著謝一涵走 陳靜甫從頭到尾 沒有人看到他怎麼走出去的 而且就法醫報告來講 其實陳靜甫在死亡前 都是屬於不會到昏迷的狀態 那一個人不會到昏迷的狀態 你要叫 跟我說他在店裡昏迷 所以要我賠錢嗎 在那個張翠萍的部分 其實也是很奇怪 張翠萍的部分 他是說 他是用一個正人的正詞 正人A說7點半前 兩個人是非常清醒的 這時候又換另外一個正人 7點半時兩個人精神不太好 到8點半時他說 看到張翠萍的雙眼緊閉 然後法院就很像剪刀槍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定是7點半到8點半 已經被下藥一個小時 五顆安眠藥 結果呢 張翠萍跟著謝一涵 手挽著手走出去的時候 剛好遇到屬心心老闆 跟張翠萍打招呼馬 他看到他們兩個走過去 然後他走出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張翠萍手還拿著啤酒 一個人已經昏迷了 要怎麼自己拿啤酒啊 然後還會走路喔 然後他跟他打招呼 他還回頭示意喔 況且啊 當天張翠萍自久說 他離開後要去吃飯 然後胃裡面也有食物 也證實了 他的確離開後去吃飯 結果法官自己就說 他完全不看張翠萍講什麼 他直接講說 他胃裡的東西一定是 來店前吃的 他完全不理會張翠萍講的話 然後卻去信一個 已經說謊很多遍的謝一涵說 是在上班的時候 8點半到9點半殺害 對啊 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以我們的科學證據 做起來其實 你不要去否認掉任何的證據 包含法醫的報告 包含證人證詞 包含離開時的錄像 其實全部的證據都起來 就是他應該是在下班後翻案 可是這個刑案的時候 就是做了錯誤的順序 他以謝一涵的藍圖為準 然後再去加他想要的 然後再剔除他不要的 姑且先不論就是說 民事的判決 上班時間下班時間 但是事實上的 他的一個結果 就是一個小女孩 然後把這兩個人 給這一對夫妻 給殺掉了 對 整個警方都找不到有兇刀 對沒有兇刀 所以他就在 盒裡面撿到一把 然後他也去驗了DNA 沒有 然後更好笑的是 謝涵講的刀柄原本是紅色的 然後他撿了一把黑色的說 會不會是他 是不是 對 但是這上面完全都沒有任何的血跡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 其實他除了會驗血跡 還會把這個拆掉 用化學方式拆掉之後 然後去驗有沒有DNA 對 那DNA也是沒有啊 所以只是 但是他這把刀跟那個 那個死者王者 他的身上的那個傷口 他是一樣符合的嗎 對 其實他是刻意去找了一把 相似的嘛 因為他其實已經有形狀出來了 對 所以就找了一把相似的長度的 然後刀型是一樣的 來做兇刀 但是他當然卷宗裡面 也是很親密的講 這把應該不是 對 只是一個類似說示意圖 那雖然到最後 謝涵涵也很順從就說 好啦就這把 我記錯了 記錯顏色了 反正就是 你只要讓我 你知道嗎 我讓你好過 你讓我好過的這個狀態 就結束了 所以他說可能我記錯了 然後放案的現場 也沒有什麼任何的血跡 各方面 一個蛛絲馬跡都沒有 8點半的時候是沒有 對 但是他就硬咬說 沒有血跡身上 只有摔跤的泥巴的時候 叫做他已經殺完人回來了 對 可是他卻忽略了 他1點14的騎車的畫面 他下班後竟然有換褲子 有長褲換短褲 但是我翻了全部的卷中 沒有法官問過他 為什麼下班後要換褲子 這不是鐵證嗎 就是剛好印證了法醫獎的 那個殺人家脖子這邊 然後會噴血嗎 所以他要換褲子嗎 1點14不是很冷嗎 冬天是過年後的幾天後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寒冷的 沒事竟然換褲子 然後他的問答就是 請問你為什麼在 你下班後在那邊停留這麼久 他就說我發呆 然後看完之後 法官就據點了 這樣的數值 我這個大貓貓不能接受 我問小孩犯錯 我不會問到這裡就結束了 在當天 這個謝依涵他是 他是忙到10點44分 打卡下班 對不對 那我當然這個東西 法律的程序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他其實他是在上班的時間 例如他已經8點9點的時間 然後投藥給被害 兩位被害者喝 假如說他投藥給他們兩個人喝 然後在當時 先把他們兩個丟著對不對 那他的安眠要濃度 應該要非常的高 對但是陳建福的安眠要濃度 剛剛法醫講了不會到昏米 等於是他吃完 可能不到10到15分鐘就被殺了 對所以對陳建福來講 這一點是說不過去 假如說他真的是 直接把他就是昏米了 然後真的 如他所說的半小時挪過去 然後到下班後再去做殺害的話 陳建福是絕對不成立 那張翠萍的部分 不符合的部分是在於 他當時還能跟屬心心的老闆打招呼 你說你要把這樣的人丟在紅樹林 然後等到下班後再來 他不會去呼救嗎 或是他不會跑走嗎 對所以這就不合理之處 您的主張就是說 第一個沒有血跡 對沒有血跡 第二個時間不符 他說半個小時 但是我們來測根本做不出來 第三個是他說他是穿著短裙 然後把水果刀就放在口袋 他當天他到底是穿長褲呢 還是說穿裙子 他下午的時候就是穿短裙 一直都是穿短裙 然後回到店內8點50的時候 他在外面清洗身上泥巴的時候 也是一樣穿短裙嘛 然後接下來因為清洗完濕濕的 他就又換成長褲嘛 然後接下來下班的時候 拉鐵門的時候 他還是穿長褲嘛 然後接下來是1點14騎機車 離開的時候就換短裙了 所以這個部分你覺得不合理的 就是說天氣那麼冷 對不對 然後穿短裙回家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中間可能有兩個小時是不是 對兩個半小時 然後 然後 是一個空檔 對然後他又刻意說謊 說他就是在外面發呆 他完全沒有提到他換褲子這件事 對 所以我就覺得更可疑了 那按照這個時間的邏輯來講的話 就是謝依涵呢 他來上班的時候 他是穿短裙的 對 然後後來才又換長褲 對 然後下班的時候他又換短褲 對 不是下班 是騎車離開的時候 騎車離開的時候 對下班的時候也還是長褲 對 好的 那其實到了第三版之前的版本的話 其實他一直是講說 他是穿著長褲 去殺陳靜甫的 所以剛好也符合 他下班的時候穿長褲 接下來去殺完陳靜甫 接下來換短褲 然後離開 對 OK 所以這是他的第三版 但是法院是採用第四版 接下來就是下藥卻變馬力 好像補你精神百倍 他就是一開始 7點到7點半 理性正人 就我們店員 第一個店員是說是很清醒 然後7點半的時候 他說看起來精神不太好 但是桌上只有啤酒跟水杯 然後到8點半的時候 他說他雙眼緊閉 但是實際上這個部分 其實張翠萍在捐中裡面就有提到 他其實 他有眼疾 然後已經看了那個角膜虧爛 看了兩個月了 所以他雙眼緊閉到底是被迷昏 還是眼睛痛還是在睡覺 其實我覺得這邊 有點就是怎麼講 卑躬蛇影 對 然後接下來離開後 那個屬心心 我們附近店家的老闆 竟然又看到張翠萍走過去 還會打招呼 那我們可以證實就是說 可能那個老闆遇到他的時候 至少他自己是能走的 對 還能打招呼 不管有沒有下藥 或藥效有沒有發作 或者說藥效發作到哪個地方 什麼程度 對 這不管 但是事實上是證實說 他還有自己的意識可以行走 對 所以以謝伊函講的下藥是五顆磨成粉 然後吃完一個小時後 這個人還能這樣子走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胡周了 那裡面有兩個證人對不對 對 李證人跟郭證人 跟郭 OK 也就是說這李跟郭 他是你們的店員 對 對吧 那他們兩個人是幾點下班 李是9點下班 郭是10點44 跟著謝伊函一起下班的 所以他們兩個有看到這兩個被害者 自己走出去嗎 還是跟這個謝伊函 都沒有 就只有 所以他們兩個在店裡面 那你們那個店很大嗎 不是不是 今天他 這一個是在廚房 所以這一個在廚房 這個是廚師 對 然後這一個是 他為什麼7點半看到 8點半看到 中間只有啤酒 或者他不是一直站在吧台 然後他有當時其實 接近這個時間 因為9點要關門 所以他就會有打掃的工作 所以他就走來走去看 對 是看到說 我7點半看到兩個人 8點看到兩個人 那8點半也看到兩個人 到8點45的時候 沒有看到兩個人 可是那時候謝伊函還在店裡嗎 8點半的時候 三個人都在店裡 到了8點45的時候 三個人都不在店裡 OK 所以我們合理的懷疑就是說 其實這個時間點 搞不好就是謝伊函 把他們兩個帶出去 殺害是不是這樣嗎 不會再兩個人 因為走出去的只有 謝伊函跟張翠萍 有被屬星星的老闆看到 OK 好 那也就是說 可能在8點45左右吧 這個時間點 謝伊函呢 帶著這個女被害人 然後可能外出了 對 對不對 兩個人走在路上 然後被這個老闆呢 被另外一家店的老闆 有遇到 打招呼 可是這時候這個女被害者 他還那個 有跟他回頭打招呼 這個郭小姐他還在店裡面 還在忙 但是呢 如果按照這樣講的話 應該店裡面 只剩這個被害的陳先生 沒有 也沒有 也不見了 對 他沒有看到 陳靜甫單獨一個人過 對 OK 所以我們推測是 陳靜甫自己單獨走出去了 然後是謝伊函跟張翠萍 其實他們有想要講一些悄悄話 可能不太好在陳靜甫面前講 所以兩個女生先帶走出去講 我懂了 所以你的主張是這樣子 你主張的是 其實在8點多 至少在9點 大概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8點50前 對 其實他們兩個呢 是沒有被下藥的 對啊 因為他們意識都很清醒 對 然後謝伊函可能跟這個 女被害者在外面講悄悄話 對 或者是幹嘛 然後呢 那個這個男被害人呢 他就走出去了 假如從頭到尾講 是兩個人進來 那8點半的時候 三個人都在嗎 對 到8點40的時候 三個人都不在 8點45的三個人都不在 那從我們所有的證據 都起來看的話 應該是謝伊函跟張翠萍 兩個人出去講悄悄話了 講完之後 講的時候有可能 張翠萍有推了他 所以他身上有泥巴 或是他自己走路摔倒也不清楚 對 但是之後他跟他說 我在上班 下班後 跟你先來 我在幫你 跟你講清楚 你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其實 張翠萍可能 他自己已經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他一直對外 對他的親戚說 不喜歡這個趕女兒 對 就是可能有 陳靜甫給謝伊函錢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 陳靜甫跟謝伊函有 公開賬戶的事情嘛 確實警方最有查出就是說 這些都是卷宗裡的資料 男被害者有給謝伊函 對 有給他錢 有給他錢 多少錢啊 94萬 那也不少耶 呂太太這個事情 這個事件是發生在幾年 你知道嗎 2013 2013 因為是我女兒滿月久 所以我記得 2013年 所以你看到現在 已經快要10年了 對不對 就7、8年了 某方面來講 我覺得你們也是一個 很慘的一個被害者 謝伊函 因為有加害者在啊 對 給害了嘛 因為事實上 不是 因為法院自己來當加害者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某方面來講 你也是被這個信仰 給勘托到了嘛 法律人要增加他的科學素養 你如果增加科學素養 不要有科程包袱 其實台灣的冤案會少很多耶 科程包袱指的是說 你今天刑案判了 明案的法官 是不是要遵照刑案 法官的判決結果下去做判斷 還是要重新診釋 所有的證據再來看一遍 對 那他需不需要去懼怕 他上面的最高法院 給他的壓力 他需不需要懼怕 他旁邊周圍的同事 給他的壓力 那經過這個事情 也將近八九年的一個時間 那你跟李先生呢 你會不會有時候看到他就火冒三丈 或者是說感情反而變得比較好啊 我每次看到他被冤枉 我都更愛他一點 真的 真的我每次看到他被冤枉 我都會很同情他 對 OK 那你能不能給 最後給我們這一集節目的朋友 因為畢竟你也很長時間都一直在投入這方面 例如說訴訟等等 然後你自己又跑去學法律 假如說 假如說今天有在看這一集的朋友 他也覺得說這個司法對他來講 是不公平的 你能不能給大家一些意見 就是說我們該怎麼樣來自立就進 今天假設你真的是冤案的家屬 第一件事你做你能夠做的就好了 對你要放過自己 因為錯的人不在你 你就像我現在 我就是做我能夠做的事 我法院要如何判 其實我沒辦法掌握 對但是我做我自己做的事 我覺得我現在做的事就是公平爭議的事 所以我可以勇敢站出來講 對那你就是做你可以做的事 不要去想你沒辦法改變的事情 OK也非常謝謝呂太太 來我們這邊跟我們分享了這個事情 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很抱歉 因為沒辦法說 這個從頭疼到這個可能要拍好幾集 這個才能講得完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說盡量把你心中想要陳述 你覺得很不合理的地方也講出來 也希望說經過這一集 也讓我們大家所有的社會 每一位朋友 能夠再更期待我們的司法 有更好更多的一個改革 那呂太太也非常謝謝您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